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漫谈 上个月刚刚发布的iPhone 11 Pro Max 售价达到9599元 很多网友吐槽,花1万元买部手机不值得 今天我们就拿它跟刚刚发布的一加7T Pro对比一下 首先在硬件方面 一加7T Pro的骁龙855 Plus 性能还是比A13弱一些 但在网速方面 一加7T Pro要比iPhone 11 Pro Max更好一些 在日常App的打开速度上 iPhone 11 Pro Max打开一组APP耗时2分32秒 而一加7T Pro耗时2分13秒 可见即使一加官网宣称之家的系统优化很流 但和iOS系统还是有差距 在手机的解锁速度方面 一加7T Pro的速度要比iPhone 11 Pro Max更快 总体而言 iPhone 11 Pro Max在系统流畅度 和游戏性能方面要强于一加7T Pro 但在网速和充电速度方面 落后一加7T Pro 不过能花一万元买iPhone 11 Pro Max的人 也不会在乎这些缺点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科技慢慢谈 带来了解最新科技产品动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